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定位置 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胜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胜 师父 我们几位学者专家 我们远通法师 各位贤士统修 大家午安 阿弥陀佛 最近有一出戏很好 我很喜欢 我看了台湾播的四十六集 又重播了一次 也都看完 我在iPad上已经看到第二季的第四十一集 那就是庆余年 庆余年主题就是庆 庆贺的庆 庆有生 或者庆余年 余年 小孩子刚出生 余年很长 我们现在的余年就没有那么长 按照生理学上的说法 我们的寿命可以到一百二十岁 如果我们没有什么病痛 没有什么意外 我们的余年还很长 我们余年能够有幸与今相遇 去年我们在高雄 从花莲 我们一直大家都非常愉快 今天我们又有幸到台东来 那么很多人在座的也都从远道 有的也从高雄过来 有的也从屏东过来 那么我带着我们几位是从台北来 师父是今天五六点钟起床 然后就坐上车 我们天佑师兄就开着快车 把师父带到这来 不管说你从哪儿来 我们今天总归就在这里相遇 相遇就是一定会觉得是 有什么样的 跟不相遇的不同的地方 刚有一个师姐告诉我 我们原来在银梦山 她说她跟我照过一张照片 因为镜头比较小 所以没有给我 那我只记得在东港 特别一直要我说去去托罗 那就是她 她你们两个就从东港来 那么我想以前多少年前相遇 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记得彼此 我想人生有很多不愉快 但也有很多的愉快 各位看到师父这样老远 他等一下我特别跟他安排了 就是说尽管结束就要回去 但是我说提早十分钟开始 他往后再十分钟回去 那就可以跟各位大家 不是说我说吃两道菜 他说不是 他就喝两杯酒 我们谢谢师父能够远道而来 也谢谢我们这位几位 我们我想介绍一下 从这边开始 我们的原铜法师 大家都熟悉 她的主人 我们施泽雄施教授 施教授 他是在台湾还没有解研之前 他是两岸的研究的专家 在政大当所长 到治理科技学院当两岸的研究的主任 那么这位是吴康文 吴院长 吴院长 你别看他好像比我老了样子 他比我年轻得多 那么他是在台北的中校医院 这个仁爱医院 和平医院 都是他去开院的 人家说不是开馆 他是开院的 是这个在很多地方 他都是非常的杰出 特别在这个机会里头 他有一本书 就是说把Q&A 就是我们的医学上的疑难杂症 他都分类 我把它叫做所谓一个健康医学宝典 他又在出第二本书 把这两本书就捐给中门 我们文化院会帮他出 将来整理完以后 整个给大家 大家能够增加健康 所以我就把它叫做健康医学宝典 我们等一下 因为大家都觉得健康最重要 所以我排的他第一位先开头 那么我们这边过来 食物不必介绍了 我们这个杨国士杨校长 我们两个同年龄 我们有很多机会都在一起 包括教育部时代 他在师大 我在政大 包括到我们最近 我们有很多的学术的活动 他都支持 而且是跟我们写过好多篇文章 所以我想这个杨国士杨校长内 他待会会给各位大家很好的这个所谓启示 那黄森之黄教授 我们今天在时间上 我们希望都能够 假如可能的话 讲者讲完以后 各位如果有什么 要回应的 或者是要请教的 如果时间允许 我们都欢迎 如果不允许 那么就请各位大家 各自利用时间 利用这个 利用这个机会 那么想我们先开始 论坛之前 我们请主席 请师傅 跟我们开示 师傅请 我们 杨院长 杨校长 吴院长 还有师教授 黄教授 还有我们连同法师 各位台东道场 所有的贤士同修 阿弥陀佛 很高兴 在 7月24日以前 我们排到这一个行程 又来到台东道场 台东的道场是本维新圣教 的花祥地 大午山 七十一年的时候 7月24日 从一化开天 再花辟地 人力其中万化生成 延续到现在来 从无到有 这都是上天的旨意 这都是上天的旨意 王散老祖 导教师航 光匠 到台湾 到地球 承接了 台湾祖 台湾平安他 做一半 一半就交由 王散老祖 来做过台湾的平安 从38年来 一步一脚印 王散老祖 他在天上界 在空界 邀请了 诸天圣神 佛菩萨 光匠 到台东 大午山灵 开始开启蓝天 到现在 38年 再过几天 7月24日 就是开天的纪念日 我很高兴 这么多同修 陪我走 了38年的岁月 当然我也期盼 再继续走下去 尤其38年来 我们从 武道游 空中庙游 以宗教 和学术融在一起 这样才能完完整整的 显现中华文化道童 一经 风水 和宗教 荣为一卢 来做 台湾祖师 他的大声大悲 来守护着台湾 守护着地球 的平安 这一开始 我也很惶恐 一步一脚印的 一面走 一面学 那么在 这么多的 多的 冲击 这么多的考验 和这么多的 催念 终于我们走了 38年 今天 我们又在 台东道堂 在这里 来 举办 高层 学术论坛 很 谢谢 杨院长 带为邀请了 我们的 杨校长 市长 还有吴院长 施教授 还有黄教授 我们一起 在这里 来 畅谈 我们 人生的心声 这真是 庆余年 那我 非常 感恩的 我也希望 我们今天的论坛 能够在 台湾 西家 的故乡 台东道堂 在这里 像 释迦 北定 陶卡 都一张 那就是人生 都是 打得满头包 所以 这佛的智慧 也就是 谢家 这个水果 我们 今天呢 我话就不多说 除了欢迎以外 还是感谢 感谢再感谢 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 谢谢师傅 很抱歉 我们高雄来的 住持跟 其他 四位 同修 我们欢迎他们 因为 我们抱歉 我们因为 要让师傅 等一下跟各位 大家吃两道菜的时间 所以我们提早了十分钟 大家开始 所以很抱歉 让你们这个 有点紧张 因为你们是准时 他们准时一点半 到场的 他们没有迟到 是我们找到 谢谢 谢谢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按照这个流程 先请我们 吴院长 先开头 因为他要谈的是 我们大家都 最想要的 怎么健康 大家怎么样子 这个养生 那鬼谷子 在所有的 鬼谷文化的系统 最后的第四个部分 这是讲的 修身 养心 养灵 所以这个 在我们每个人来说的话 这是我们人生的 最想 这个得到的一个高境界 我们请 吴院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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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台湾的病 原目行咬妙的生 非常的感恩老者 感恩師父的引准 感恩楊會長以及袁童法師的安排 各位前嫌 同仁師兄世界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非常榮幸來到台東道場 真的感受到很不同 非常珍貴的接待 特別是早上去看寶地 忽然的感覺到這個道場 真是積極了 很多靈氣 很多龍脈 雖然跑了幾個道場 感覺到這個地方 這個道場非常的資深 在台北人來講 有人說台東是一個後花眼 接著就說好山好水 好什麼 好無聊是你們說的 我沒有說 好好玩 好山好水 好人情 真的是 非常的感受 彬之如歸 再次的感謝各位 謝謝各位 要到貴寶地來 總是入境隨俗 了解一下貴寶地的一些情形 我們都知道 人追求健康長壽快樂 這是人性也是天性 事實上本宗門 鬼谷文化 也是要求這樣子的 師父也一再地 非常期盼 各位前行 各位同仁 身體健康 快樂 長壽 是不是 我深深地感受 特別呢 我們中午在吃飯的時候 書物還練了一個這個地方 洪水的重點 書物說前山前巷水流淺 對不對 前上高峰出狀元 我聽袁通老師說 這個地方一脈地出了好的狀元 昆山昆水水流昆山昆向水流昆 健康富貴永不休 這個是本門的宗旨 希望大家健康長壽快樂 那各位追隨師父 有沒有快樂 有沒有健康 有沒有長壽 這麼小聲 好像雞刀沒吃飯 大聲一點好不好 好 謝謝師父 每年到這個時候 內政部總是會有一個資料的公佈 公佈什麼 跟剛才楊營長講的 這個慶余年有關 內政部的這個檢疫的生活表 都有公佈 目前全國的一些狀況 那各位的資料呢 看到的是民國107年的 請各位如果荒備的話 update給他跟蹤一下 最近因為他108年 民國108年新的這個資料又出來了 就是提到的全國的平均壽命 107年的80.7 那現在108年 那現在108年是80.9 全國的人又增加了0.2歲 那這個中間呢 男女的年齡差 還是差了6.5歲 女性還是比較長壽 男性比較差 那各個縣市來看 台北市是最長壽的 那本來是83.6 那現在增加到83.9 但是我不是在挑毛病喔 但是最低的 平均壽命最低的 台東縣貴寶地 那麼75.3 那108年的76.3 本來是75.8 現在是76.3 這個是可賀可喜的 全台灣省的各縣市裡面 增加壽命最長的 就是台東縣貴寶地 高不高興 逐漸的已經增壽 增到這個城鄉差距 本來跟台北市這些城鄉差距遠 現在你看 這一年增加到0.53歲 是全國最高的 那這個裡面呢 貴寶地的男性呢 只有72.3歲 女性呢 81.6歲啊 女性比男性多啦 八歲多啊 在座的男士們 要不要努力一點啊 差八戒呢 差一個國民學校的 學生 你如果七月二十八戒 你差八戒的我呢 這個是真的貴寶地 大家要審慎的來檢討 這些種種種種的原因 那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所謂標準化的這個死亡率 就是全國每10萬人口 這個是扣除了人口老化的因素 總統去計算 那麼全國是415 那台東縣貴寶地是566 那這個看起來的確 這個地方的平均壽命 比較短一點 有人會講說 你講平均壽命 跟平均一命是不一樣的 剛才有講 一命 一命就是每一個年齡不一樣 平均壽命是現在生下來的 剛才我講 譬如說108年80.9 那現在出生的嬰兒 我們就給他80.9的歲 這樣聽到我 那平均壽命呢 就是你一塊兩塊 在大塊就一塊一塊一塊 就一塊一塊 就平均壽命 剛才楊岩講的 慶遺命 慶我們還能夠 移多少的移命 但是實際上 這個是比較學術啦 大家比較說 平均壽命也好啦 平均壽命也好 那另外呢 再來看一個數據 就是有關十大死因 這大家很重要 那台東縣的十大死因 第一名跟第四名呢 跟全國一樣 但是跑了一個第五名出來 意外傷害 意外傷害在全國是第六名 但是在桂寶地是第五名 那為什麼會這個地方意外傷害 好山好水 好水 好洪水 但是意外傷害還要多 那從昨天這樣跑過來 我感覺地很大 路很直 車子開得很快 這個是不是原因 或不是其他的什麼原因 當然醫療的不均衡 也是一個原因 台東縣貴寶地 區醫院大的就一間 地區醫院四間 五間 然後診所呢 九十四間 加起來剛好就一百 這麼大的地方 真的醫療資源不平均 OK 另外再來看一個數據 就是有關癌症 癌症是台灣十大死因的排第一名 就是腫瘤 那第二名呢 心血管 那第三個是肺炎 那第四個是腦血管 那這些呢 從第一名到 第二名呢 那台東縣呢 都是一樣 跟全國一樣 但是很對不起 跑來第三名跑出一個什麼呢 我們的十大癌症 最多的 會癌 其次是肝癌 對不對 但是台東縣呢 第三名跑出一個什麼 口腔癌出來了 口腔癌的原因可能很多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 可能是什麼 病人啦 分酒啦 這三種如果十種的 三個都來 都沒有限制的 這樣的人 他的得癌症的比例是正常人的一百二十三倍 這個數據 這個數據可不可怕 但是如果單獨吃檳榔 那麼他呢 得癌症的比例呢 是正常人的二十八倍 如果他單獨 抽煙十八倍 喝酒呢 反而好一點只有十倍 所以呢 各位知道 我最近從昨天來了以後 我在車上 不敢睡 我眼睛真的很大 一直在看 看冰南湯在哪裡 坦白說啊 非常好 我只有到了昨天啊 晚上才看到一間 我才想跟演員長說 欸 欸 比較沒看冰南湯 欸 這麼有我看到 我聽貴寶地人跟我說 最近冰南的確是少了很多 這是可賀可喜的事情 要不要鼓鼓掌 真的 那這個口腔癌啊 事實上啊 現在的口腔篩檢都很方便 欠各位附近的朋友 親戚朋友 如果你有吃檳榔啦 這三種 趕快去參加口腔篩檢 現在只要醫生用眼睛看 手摸一摸 三分鐘就可以斷定你是癌前 或者是早期的口腔癌 口腔癌呢 百分之七十 都是在三十歲到六十歲 三十到六十歲 現在的口腔癌的治療進步啦 你只要是初期或是前期的話 你的口腔癌 五年的存活力 可以高達到百分之八十 所以勸這些朋友啊 不要吃檳榔 然後呢 趕快去篩檢 那有問題趕快去治療 絕對是沒有錯的 那有了這些數據啊 剛才練了這麼多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個人第一個想法是說 城鄉的這個壽命差很多 台北市跟台東縣喔 差了幾歲呢 差了七歲 所以怪不得很多人都往台北跑 那這個原因在哪裡 我想可以擠出幾百個原因 那不外乎 醫療資源不平均啦 那個生活習慣不好啦 作息也不好啦 壽習慣啦 種種種種種的 還有風災啦 地震啦 什麼那些災害都很多 那這些呢 總歸一句話 城鄉的壽命的差距 要大家 甚至於政府 共同的努力 把它拉近 有沒有拉近 有 剛才已經講啦 去年跟108年到107年 增加了多少 0.52歲喔 不簡單喔 這是這樣 希望這樣維持下去喔 這是第一點 我的感覺 第二點呢 平均年齡出來了 平均說命出來了 達到的人呢 有人跟我說是多餘的啦 所以我建議這些人呢 長壽的人 多做一些社會有益的事情 貢獻著國家社會 因為你這些生命呢 是多出來的 好不好 還沒有達到的人 就要認真打拼啊 維持健康啊 我們常常在講一句話說 人生清單 各位知道什麼叫人生清單嗎 就是人生你還想做的 還沒有做的 那你還有什麼清單 有一個電影叫做什麼 一路玩到掛 那個片子是非常好的 是表示有一個有錢的人 他錢多得不得了 那一個人是汽車修理廠的人 兩個呢 有緣混在一起 碰在一起 結果兩個人都是癌症末期 剩下六個月 兩個人在一起 就想來講去就講了啦 以後就覺得很遺憾 我這一生還有好多事情沒有做 他們兩個人都說好 我們來開始來玩 陪你玩到掛 有錢的人呢就開始去飆車啦 什麼高空彈跳 熱氣球啦 我這樣子去玩 那沒錢的人呢 他布施 他去布施 有去看這部電影的人已經在笑啦 裡面真的那情節是會啊 是告訴我們 每一個人 你們有沒有你的人生清單 你有沒有列出你的人生清單 你列出你的人生清單 要去實現 要去做 那就是你的願力 你的願 有沒有人你身上有想說 我要創造人生的第二座山 第一座山很努力的打拼啊 家庭顧 你的第二座山在哪裡 第一座山第二座山可以同時做 我們來看看台灣的一些 網路的資料 在沒有退休以前人的人生清單 就是健康的維護啦 賺錢啦 養家啦 孝訊父母 退休以後的人呢 他的人生清單是什麼 周遊世界啦 豪華的汽油啦 兩個夫妻單獨生活啦 不想照顧孫妮啊 兒子這樣子 我還看到了 八九十歲以上的人的人生清單 寫什麼 寫說我要每天吸到新鮮的空氣 我要善終好使 有一個九十歲的 歐巴上寫說我的人生清單 我能動就動 我能活就活 我不希望常常出入醫院 我不希望給兒女主身煩惱 我不要給現在的進步的醫療 跟我綁住 這樣聽得懂嗎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你的人生清單 可能各位 我在講的時候你就寫說我的人生清單 就是進太極門 進仙侯士 追隨師父 這個好不好 還有一個想法 雖然大家都在想說長壽 全世界很多國家都在講要長壽 但是也有發現了 長壽 但是同時失能失智的也跟著增加 這個就是主要平均壽命的量是長壽 但是你的職呢 失人失智 生活的不快樂 這樣好不好 我們進這個學習疫情風水 相信你決定頭腦怎麼樣 靈活 沒辦法 身體健康 到處走 要去看風水 你沒身體還不行 所以一定是頭腦好身體還好 所以這個量也要注意到 值也要考慮到 另外一個考量 另外一個考量 是說年紀越來越大 老人越來越多 老人是不是三等國民 是不是在等吃 等拉 等死嗎 不是 老人是飽 全世界英國有報告過 最好生產力的年齡是什麼 最好用的是60到70歲 最好用 到80 楊院長80歲 大家都說到80 好 修正到80 你看看全世界 諾貝奧獎金得主 諾貝奧獎金不簡單 平均年齡幾歲 62歲 全世界五百大的企業 的首席執行長 他的平均年齡幾歲 63歲 所以各位在座 你前途無量 還要拼 台灣退休的平均年齡幾歲 62歲 62歲 跟我剛才講的平均壽命80歲 有幾年啊 將近20年都在那邊 奮那邊這玩啊 退 不要休 退還是要休 台灣還有一個數據 65歲以後退休 再投入勞動工作的年齡 再投入勞動的才多少呢 8% 太少了 太少了 我們做全面的師兄講了 責任在哪裡 在你啊 你也是都沒有什麼工作啊 對不對 收校啦 要打拚 人家說老人喔 年紀大就像西遊記一部啦 年紀一大啦 就像孫悟空一樣有壓力啦 像那個支八戒肚子越來越大啦 像那個沙烏晶啊 頭髮也不見啦 就像山葬一樣 色色黏 咬咬咬咬啦 啊 這些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是什麼 越來越接近什麼 越來越接近西方啦 越來越接近西天 所以各位要不要把握時間 要齁 要學習 我們如果人家要說你不是三保 三等國民 學習 我經常說一句話說 老爸桑也能來 那天他們兒子他們孫說沒去學校上課 老爸桑出去外面到本書的時候看到那個老師 你問說摸摸行幾乎幾乎的經理都一直說 啊死啊 那個小明 他老師因為小明沒去上課 他要來看 他趕快回去門關起來 快點來給小明 小明你趕快躲起來 你今天沒有去上課老師來看你喔 小明馬上回給他說 躲起來不是我小明 是阿嬤你 因為我跟老師說 我阿嬤死啦 所以我今天沒去上課 我在講的時候門一打開 老師一看說阿嬤 你不是死了 阿嬤說自己頭上課 我回來看一看的 你看看 阿嬤不能笑笑的學校 要學習 我們年紀大的人喔 不肯有少年人說 你每天都不想要老了 要學習 人家的阿嬤連累都會來 這樣好不好喔 好 好 好 老人真是寶 各位知道台東縣出了很多跑馬拉松的人 全世界在跑馬拉松的裡面 有一個人最被大家所懷念的 印度的心格 他是印度人 他小學腳很細到五歲才開始走路 後來因為兒女死了 以後他就到印度去 每天沒有什麼社交 就看電視 在他80歲的時候看到倫敦的馬拉松 他突然說 上帝就是要我去跑馬拉松 他80歲才開始跑 開始練 到了100歲的時候 他去參加多倫多的加拿大的馬拉松 42公里 26英里 跑完時間跑多少時間 8小時25分30秒破世界紀錄 100歲喔 他說我的健康我的智慧是信仰來的 像這個 這種例子很多 我只不過舉這個新個這個例子 OK好 另外有個數據 酒的問題 也是蠻值得大家要考慮的 台灣12歲到17歲的少年人 那喝酒的比例 喝酒是27.7% 但是台東縣多少呢 46% 比台北新北市都高 那酒啊 我要特別要提的 特別是喝酒以後臉會紅的人 特別要留意 要留意 因為你不管是喝幾杯 臉會紅的人 得癌症的機會比較大 所以盡量少喝 少喝 這個呢 我們中國人 就是因為他缺乏 乙醛的氣氫美 這個人比例50% 我們台灣人 這樣的人呢 是這個報告 是美國史丹佛大會的報告 50%的人 有這個喝酒臉會紅 哪像這樣的人呢 因為是先天的基金遺傳 所以少喝一點酒 少喝一點酒 有人問我說 喝酒啊 有沒有什麼藥可以吃得不會醉 我真的被問倒了 我說喝酒本來就是要喝兩杯啊 有一點微醺啊 飄飄然不好嗎 好 好大聲喔 喝酒啊 喝一杯是酒來幫助人 兩杯是互相不相害 三杯以上就是酒會害你啦 所以酒還是要留意一下 那喝酒呢 我們因為酒本身都是要肝臟來排泄的 所以喝酒的人肝都比較受影響 那第一個呢 我的講義有 因為我的時間都要超過啦 所以這個第一個呢 自己看一下 但是我這裡要提到的就是說 盡量不要生氣 比較容易生氣的人比較容易傷肝 莫名其妙就動氣的人呢會傷肝 怒者傷肝 那講話小心一點 很多事情都是從講話起來的 小張啊隨著喪氣在那邊走路啊 小李就說 小張啊你今天怎麼隨著喪氣 我說我被老闆fire掉了 他說你為什麼會被fire掉 我只有講一句話也沒講什麼 老闆叫我去拿計算機 我跟老闆你要算什麼 老闆就給我fire掉 老闆叫他拿計算機 我們台灣人很好 他說老闆你要算什麼 啊國務說老闆你算什麼 就給我fire掉 有時候講話要盡量不要惹 那個小張啊急急忙忙的抱著抱 我要趕快坐車子回去 老李說你怎麼急著 他說急著回去 我三年沒回家啦 啊現在急著趕快去 我三年沒回家 我太太懷孕了 生活壓力不要太大 真的這個是 那油災油災的也很好啦 我聽在台東有一個輔導員跟我講說 有一個原住民來申請作業 造人職業輔導 那才就到家裡去看 原住民說 我家裡很窮啊 我們好多人都住在一個小環間 我生活很窮啊 我每天都吃鮑魚跟九孔 我都什麼職業都不會 我只會去抓魚 只會吃九孔跟鮑魚 他這樣子也覺得他生活很苦啊 好 米肝吸肝這個問題來了 米肝現在因為很多人都打疫苗 所以米肝將來 台臺灣來講不是問題 現在問題吸肝 不過請各位放心哦 吸肝是一個現在的口服的藥物可以治療 民國七十九七八 這三年來哦 吸肝用口服藥治療 治癒力高達到百分九十七到九十九 今年各位可以看到健保的藥物 吸肝的藥物跳為第一名 但是這個治療呢 也只有四萬七個人 四萬七千個人有治療 隱藏在各位身上 臺灣人的身上 還有十萬十二萬的人沒有去治療 所以呢 要去篩檢 吸肝篩檢 知道的話要治療 肝會好 人家說肝好人生是怎樣 差勢的肝不好 肝本身是很勞碌的器官 你有一點病哦 他不會給你症狀 疼到有症狀都已經很來不及了 所以這個是西肝米肝 還有這個 有米肝代言的話要去做超音波 他要蛋白那些去抽血 要吃好一點的蛋白質 喝熱酒的人要飲用好 有的太太不想 看他們老公去喝熱酒回來 天天甘媽不會吃 跟苦肚怎麼樣 不對 如果你要過紅 會吃越好越好 蛋白質會吃得好 你看看你喝酒的人 只是佩陀刀 那樣的都不好 你如果肉回家 蛋白質給他吃多一點 那仿我健康 蛋白質要吃多一點 各位你一天能夠吃多少蛋白質 特別是那個姬嫂症三三一關要吃 姬嫂症 喉嚨的肌肉也不少 不好 很容易怎麼樣 嗆住最近不是有什麼 李總統啦 王永慶都是嗆住啊 肌肉 姬嫂症的人重心不穩 那些都是少蛋白質 蛋白質最好的是豆類 還有什麼 蛋 還有魚肉 還有肉 肉 肉你要一天可以吃多少 只要你60公斤的話 請各位把手掌拿出來 你可以吃一個這麼大的手掌的蛋白質 差不多你一天吃一隻貴腿都沒關係 所以大家聽著我說我很愛你去營養 你都可以叫我吃肉 沒有大家營養都說這不能吃那不能吃 蛋白質要好 早餐一定要吃 早餐不吃你的這個胰島素會笨 會笨 笨了以後你就容易得糖尿病 所以早餐一定要吃 那其次後面這個我想各位 王舉毒素大家知道了 多吃一點米群 甘可以多吃一點薑黃 蛋還有這個奶劑 tomato這類的 堅持 不可以每天去喝啦 一禮拜也就休兩天了 堅持 甘要休息 不要給他這樣 人生快樂一點 我們在家務病患的門口啊 那兩個夫妻在那邊哭 他們女兒跑過來說 阿爽怎麼樣啦 他們兩個就說阿爽 阿爽死啦 越哭到後面變成 爽啊 爽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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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精神科醫院那天去診 那忽然有一個精神病人拿一個刀子要殺我 我就拼命跑 結果跑跑跑跑到啊 糟糕啦 烏尾像 我就 沒辦法 就自慰一下跑過來要等一邊跟他打 結果沒想到精神病過來打那一支刀 他都給我說 換我跑 你追我 人生要快樂 人家在精神病嘛 我真的快樂 你們大家要快樂嗎 好 謝謝各位 我的時間超過很多 謝謝